第一波攻击 敌人用强大的电磁脉冲破坏了地球上的所有电力 汽车坠毁 飞机抛锚 然而人类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波攻击 一场强度超过82级的大地震突然来袭 内陆城市的人类还有可能性领遇难 而沿海城市的人类 则注定要经历一场惊世浩劫的磨难 当高耸入云的巨浪倾泻而来 有的人甚至已经忘记了逃命抵抗 当陆地变成了海洋 无数积压则带着第三波攻击如期而至 变异后的禽流感突然爆发 让本来就被疫情肆虐的世界更加不堪一击 自从外星飞船降临地球后 已经有60亿人口在攻击中不幸丧命 而对于幸存下来的人类 等待他们的还将会有第四波第五波攻击 女主二翠的母亲就是在第三波的疫情下感染去世 为了生存下去 父亲只好带着姐弟俩逃亡到附近的难民营地 二翠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安全的七夕之地 可当晚父亲就把他悄悄拉到一边 交给他一把上好糖的K47 并告诉二翠 如果自己不幸遇难 一定要保护好弟弟保罗 谁知第二天 他们就意外看到了反击的希望 一支人类军队找到了幸存者营地 领头的上校告诉众人 他们找到了打败外星人的方法 并特地来接所有人回家 但根据最新的消息 外星人的第四波攻击即将来临 所以他们只能优先转移孩子们 随后再回头转移成员 父亲只好依依不舍地将二翠姐弟俩送上汽车 然而他们怎么想不到 这一次分别即将成为永远 就在汽车准备出发时 弟弟突然想起自己的泰迪熊望在了营地 没办法伏地摩二翠只能赶紧下车去拿 可等他回来时 汽车已经启动离开 就这样姐弟分离 二翠只好回到营地寻找附近 可结果却让他看到了无比震惊的影 这是最没脑子的外星人 他们只能寄生在人类的大脑中 靠吸取满脑的浆糊维生 但他们却又智商极高 自从外星人降临地球后 他们仅仅通过三波攻击 就轻松消灭了将近60亿的人类 然而就在这间屋子里 上校突然告诉幸存的成年人 外星人的第四波攻击已经开始了 而这一次的攻击方式 外星人将寄宿在人类体内并混入人群 企图从内部瓦解人类 他们已经掌握了儿童的筛选方法 但是成年人还不能快速分辨 所以把他们留到最后 是为了统一带往另一处军事基地 此言一出 人群中立马就开始了一阵骚乱 一名父亲掏出手枪 当场就威胁要回到自己的孩子身边 随着混乱逐渐升级 突然一声枪响 整个房间瞬间就充斥着无数枪声 而这一切 都被躲在一旁的二翠看得一清二楚 当士兵们走后 二翠就发现房间里遍地都是尸体 而他的父亲也不幸重担身亡 他顿时悲痛欲绝 如果不是父亲当时白赏 示意他不要进屋 估计现在他也早已凉凉 但他也来不及替父亲收尸 捡起一把AK 就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弟弟 谁知在路过一条高速公路时 二翠发现了几具刚暴毙的尸体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人似乎并非死于灾难 反而更像是被人类武器故意射杀 就在他疑惑不解时 突然一声枪响 他赶紧躲进车底 然后掏出手枪朝着狙击手的方向 就是一通乱生 可最终二翠还是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 男人自称名叫大壮 正是他把受伤的二翠救了回来 伤口恢复后 二翠又再次启程去寻找弟弟 而大壮表示愿意帮他一同前往军事基地 就这样 郎才女帽孤男寡女下 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他们突然遭遇了外星人枪手的伏击 但大壮却爆发出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所有敌人 眼看二翠拿枪指着自己 大壮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暴露 于是他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早在几十年前 外星人就已经拜访了地球 而他就是第一批被外星人寄宿的人类 不过与现在的外星人不同的是 大壮既拥有人类的情感 又拥有外星人的体能 那天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 二翠也估计早就领和饭了 但知道真相的二翠还是一时无法接受 他放过大壮 打算独自一人去寻找弟弟 谁知这时大壮却又告诉了他 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 男孩戴上显微镜 只见在特殊镜片的处理下 对面男孩脑袋里的外星人 立马就清晰可见 借着教官递给他一个红色的按钮 只要按下开关 男孩脑中的外星人就会被瞬间杀死 但作为宿主的男孩也会当场死亡 而这些孩子被军方汇集在一起 每天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军事练习 从而将他们培养成 可以迅速识别并猎杀外星人的少年赶死队 军方给孩子们植入了一种芯片 声称有了他就可以战无不胜 很快上校告诉孩子们 外星人的第五波攻击已经开始 如果袭击成功 人类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在上校的安排下 由南海小帅带领的小队便立马被派往了前线 而二岁的弟弟保罗正在他的小队中 不过小帅觉得保罗年龄太小 于是便偷偷把他藏在了基地中 当小帅他们来到战场 这才发现地球遍地都是外星人的身影 可由于对方人数太多 小帅他们被外星人打得节节败退 在小队修整过程中 队友小美突发奇想地取下了脖子后的芯片 谁知下一秒 他就被其他队友识别成了外星人的女儿 这时小帅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他取下自己的芯片 果然队友也立马将他识别成了外星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他们从侦察头盔里看到的外星人才是正常的人类 也就是说 他们之前杀死的都是普通的平民 所谓的军方才是真正的外星人 而他们这些少年士兵 正是外星人的第五波攻击 得知真相后的众人决定不再返回基地 但小帅想到二翠弟弟还在隐蔽 于是便只身一人返回营救对方 谁知正好可赶来寻找弟弟的二翠相遇 于是两人便会合一同去寻找宝博 没想到半路上 他们又遇到了前来帮忙的大壮 他告诉二翠自己为了爱情 愿意放弃身份选择人类这边 随后便让他们赶去救人 而自己则去炸毁整座军事基地 很快二翠就在撤退的人群中找到了弟弟宝博 三人最终在基地炸毁的最后关头顺利逃出 然而外星人也成功转移了所有儿童 他们的命运该何去何堆 而人类又要如何战胜狡猾的外星人 最后二翠和杏藤的孩子们坐在一起 一同商量他们要如何应对敌人的第六波攻击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四眼 我们下期再见